他的眼罩被粗暴的一把扯下 却发现自己身处在全透明的空中牢房中 材质是中国制造的钢化玻璃牢不可破 外面还有持枪预警24小时不间断巡逻 由于每个预警都带着相同面具 想和谁攀交情私通完全不可能 而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监控 直接宣道囚犯连吃喝拉撒都没有任何隐私 这就是全世界最严密的监狱 他有一个令人绝望的名字 活死人木 这里关押着各国政府想要除之而后快的犯人 一旦进入 终身无法逃脱 可老雷却成了唯一逃出生天的人 究竟他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老雷是一名越狱大师 和老白合伙创办了独立安保公司 受雇于联邦监狱管理局 专门测试最高监狱系统的完善性 在过去七年里 他从15所戒备森严的监狱成功逃脱 他写的系统修正建议也成为行业黄金标准 这天他们迎来了新订单 中情局需要老雷测试一间特殊监狱 专门关押各国政府不愿收容的重刑犯 这所监狱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从世上永远消失 因此投资人需要确保监狱设施劳不可破 才会在全球范围正式推广 换句话说 这些项目没有获得官方许可 除了是他们也不负责 并且 为了确保任务完全保密 甚至不能透露监狱在哪 这个任务极度危险 但他们愿意支付双倍酬劳 而且一次性付清 老白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极力促成这单生意 可同事却为老雷的安全担忧 考虑到这所监狱中的任何艺人 都对世界安稳造成巨大威胁 最终老雷还是接下了任务 很快 中情局为老雷编造了全新身份 化名波图斯 一个热衷制造炸弹的恐怖分子 联络人士典狱长罗杰马士 撤离代码310275 如果行动发生意外 只要爆出这组代码就能立刻撤出任务 为了确保老大安全 同事还坚持在他胳膊上安装定位新铁 一切准备就绪 老雷来到约定地点等候转移 然而事件发展却出乎他们意料 来人二话不说将老雷电晕 然后粗暴地挖出定位芯片 并直接销毁 接着注射镇定剂使他昏厥 醒来时老雷已身处牢笼 这是他从没见过的监狱类型 囚犯大小便都透明可见 别想做什么小动作 玻璃牢房悬在空中 传统挖动法完全行不通 而球形摄像头360度无死角监控 更使他几乎没有操作空间 老雷决定放弃这单生意 他向点狱长说出撤离代码 没想到对方丝毫不理会 因为他根本不叫罗杰马实 而是祸不思 说出一串数字就想重获自由 简直是做梦 老雷被强制收押 他终于意识到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有人想让他永远消失 但坐以待必不是老雷的风格 他要靠自己的技能逃出监狱 此后每一天 他都在低调观察周遭环境 揣摩预警的行为规律 可在这所监狱里 拉帮结派是立命的根本 老雷不想忍麻烦 麻烦却主动找上了他 出于防卫 他一把扭过对方手腕 然后上去就是一拳 旁边见状正向 这是来自阿诺州长的威慑里 阿诺对老雷很感兴趣 想和他交个朋友 但老雷傲娇表示 我可没心情在这里交朋友 阿诺也不生气 反而主动提出有事尽管找他帮忙 说到帮忙老雷还真有意见 他需要进隔离区踩点 进隔离区的最快方法 就是打架斗 于是 两个全美最硬男人 来了一场终结 老雷成功进入隔离区 但让他猝不及防的是 几千瓦玉霸猛然开启 连睁开眼睛都很困难 全程置身于狭小封闭的铁皮箱 这感觉可比真桑拿酸爽多了 好在 他找到想要的漏洞 禁闭式的地板有毛钉 那就说明底下另有乾坤 只要拿到一块圆形金属片 他就可以撬开地板下去看个究竟 阿诺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这种鬼地方让我上懒梦金属片 但老雷承诺 只要你能帮这个忙 我就可以带你出去 自由的诱惑无疑是巨大的 阿诺设法见到点狱长霍布斯 不断用言语激怒他 霍布斯忍无可忍 命手下对他实施水刑 而这正是阿诺想要的 趁着喘息 他飞身扑到出水口 抠下审讯时才有的下水盖 这场哭行直了 连续帮了两次大忙 老雷终于对阿诺坦诚相告 他是一个越狱专家 受委托检测这所监狱的安全性 但其实一切都是圈套 对方的真实目的 是把他关在这里关一辈子 所以他必须出去查明真相 找陷害自己的人报仇 老雷观察到 这所监狱的结构是纵向的 因此很可能建在地下 只要进入禁闭室下方 就能顺着内部管道往上爬 一旦到达地面 他就可以根据外部环境制定逃脱计划 为此他们必须再进一次禁闭室 阿诺负责引战 老雷则将一块面包藏在手里 很快他们再次回到禁闭室 老雷利用牙膏擦亮的金属片 将强光折射到地面 片刻功夫 锚钉砰的一声弹出地面 接着轻轻一翘就能将它拔出 再如法炮制第二颗 第三颗 准备就绪 老雷将面包塞进嘴里 敲击地板向阿诺传递信号 这时需要他帮忙掩护 阿诺立刻鬼哭狼好起来 他的反常举动果然吸引了祸不思助 趁着机会 老雷迅速用嚼成泥的面包堵住摄像头 然后掀开地板 一头钻了进去 如他所料 底下的水管果然垂直向上 他顺着管道爬到顶部 打开盖子 接下来看到的景象却让他直接傻眼 这根本不是什么地下山洞 而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 他身处在一艘巨型邮轮上 别说逃出去 连这是哪里都不知道 而且上面还有警卫不间断驯魔 怎么办 只能回去另想办法 可爬下去的时候又突发意外 水管的阀门被不慎踩断 一瞬间 水漫金山 尽管老雷在最后时刻回到禁闭市 可这场意外还是让霍不思察觉到异常 他顺藤摸瓜找到地上的猛钉 看样子 有人不太安分 他向幕后之人打去电话 没错 就是老白 他是这座监狱的总裁 只要证明连伟大的越狱专家都无法逃出监狱 他就能从投资人那获得巨额资金 因此霍不思的任务就是 确保老雷永远都出不来 于是他命令手下开始不断折磨老雷 在他睡觉的时候 敲击玻璃不让他睡 等他实在受不了昏过去 再一棍子敲醒 虚弱到极限 就送到医生那里稍加处理 接着继续折磨 如果是正常人早就疯了 好在老雷有超乎常人的意志 他挺过来了 不但如此 他还总结出每个预警的行为规律 接着只要问医生他们在哪 就可以展开行动 他让阿诺扎自己一刀 成功见到了医生 老雷试图用医师试词说服他帮忙 他只想知道自己究竟在哪 可显然医生也有顾虑 他很清楚霍布斯的手段 所以他不能说 这条路行不通 他们不得不实施B计划 老雷说他需要一副眼镜 于是第二天 眼镜男被打成猪头 很显然这是阿诺的杰作 用他找来的眼镜和圆珠笔 老雷自制了一个小东西 它叫六分仪 可以测量海平面与北极星的夹角 从而确定尾度 但使用六分仪必须上甲板 监狱里有机会上去的 只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杰维德 很不巧他刚好是阿诺的死对头 在监狱里自由是最大的诱惑 杰维德主动找到霍布斯 他告密有人计划越狱 但提供细节前他需要一点好处 给他一本古蓝经 以及在月光下向真主祷告的机会 就这么简单 霍布斯没有丝毫怀疑 当天晚上 杰维德如愿来到甲板 看到久违的月亮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由 借着祷告的机会 他用身体做掩护悄悄拿出六分仪 在预警的眼皮底下完成测量 指针显示30度22分 结合马桶水流乘逆时针旋转 所以他们在北半球 至于京度 老雷从昨天来的新人口中 得知现在是11月 这种季节海上 还有温暖的雨水和空气 大概率在非洲的摩洛哥海岸附近 刚好阿诺在卡萨布兰卡有人卖 真是天助我眼 可现在要把消息放出去 他们只有唯一的办法 下一秒老雷就借骨来到医务室 是的 能帮忙传递消息的只有医生 无论如何他都要赌一把 他告诉医生 在霍布斯的办公桌上有一本书 第88页写着联邦监狱的详细描述 只要你看到就会明白一切 很幸运 他赌对了 医生看完书中内容 立刻让玉警把老雷带来 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老雷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 他根本不是囚犯 而是被陷害的越狱专家 终于 医生答应帮忙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该轮到杰维德表演了 他告诉霍布斯 老雷正在策划越狱 霍布斯立刻实施监控 他发现老雷在墙上敲击密码 破译出 明天下午C区暴乱 他果断调派三倍警力 对C区严防死守 殊不知 这是老雷的烟雾弹 真正的越狱行动 是阿诺所在的巴比伦区 杰维德故意挑起事端 囚犯们展开一场大型暴动 这时巴比伦区警力空虚 他们轻易打倒剩下的狱警 抢走了武器 与此同时 医生帮忙发送邮件 内容如下 下午5点泳池派对 别忘了带上玩具 署名 你的阿诺州长 霍布斯发现被骗 但来不及了 三的老卑鄙已经逃到消防通道 临走前还不忘调皮一把 老雷带着其余二人爬到甲板 拧动阀门 谁知霍布斯启动了一级禁闭系统 阀门已经锁死 他们被困住了 只有切断电源才能打开阀门 老雷决定分头行动 他让阿诺带着杰维德上甲板 自己去关闭电力系统 在系统重启前 他们有5秒时间开启阀门 交代完这些他迅速行动 可不料意外再次发生 逃跑时杰维德不幸中枪 他知道自己气数已尽 选择独自留下 举起双枪栗战预警 为阿诺争取逃跑时间 而他自己的下场可想而知 这是老雷已经来到宫殿室 一拳干倒不知量力的维修宫 然后迅速关闭电力系统 顷刻间 监狱陷入一片黑暗 阿诺趁机打开阀门 爬上甲板 接应的直升机刚好赶到 在友军的掩护下 他顺利靠近飞机 但他还不能走 因为兄弟还没来 于是阿诺端起重机 一瞬间 他的眼神变得凌丽 仿佛跨身中截止 对着敌人无情仿舍 同一时间 老雷被堵在宫殿室 霍布斯不停用言语刺激 但奇怪的是 他怎么都找不到老雷身影 这时系统重启 水箱开始运作 他突然想起什么 没错 这就是老雷的B计划 水箱开始自动冲洗 他跟随巨大的水流进入大海 而这时约定撤离时间一到 阿诺正准备离开 突然海面上冒出一个脑袋 他立刻嘱咐直升机下去接应 老雷爬上迎梯 可霍布斯已经追上甲板 对着他疯狂射击 生死是客 阿诺扔下一把手枪 老雷稳稳接住 转身连开竖枪 霍布斯身后的油断泄漏 霍布斯熟的不能再数 老雷和阿诺安全上岸 有人前来接应 没想到 其中一人一场眼熟 正是当初下单的妹子 原来她是阿诺的女儿 之所以花重金找到老雷 就是为了解救她吧 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老雷的化名波图斯 就是营救暗号 难怪她刚进监狱 阿诺就主动找上她 老雷微微一笑 从妹子口中 老雷得知陷害自己的人是老白 她的好日子到头了 老白坐上汽车 没想到有人恭候理解 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置身货柜箱 被扔在远渡重阳的大型邮轮上 等康安估计早就凉了 这就是一报还一报